Hello,大家好,我是杨正柯 今天再给大家推荐两本书 叫做建制offer 一个是建制offer 第二版名企面试官经讲典型编程题 还有一个是他的后续的一个相当于这个第二册吧 叫做建制offer专项突破版 数据结构与算法名企面试题经讲 大家知道现在在国内面试 特别是去大厂面试 这个算法题几乎属于必刷的了 就是说你不会这个做这种算法题 基本上进不了这种大厂好公司 为什么会这样呢 你会发现你进了这个公司之后 好像你工作中也不会用到写这样一些乱七八糟的 这个什么算法的东西 工作中其实都还是写那些很普通的代码 那为什么这些大厂面试的时候都要去考算法呢 这个其实也是业界很多的程序员在争论这一点的 我其实开始我也不理解 我感觉那是纯属浪费生命 但后来慢慢明白了 大厂人家不愁招人 所以说人家想招一个岗位 可能一下有1000人来应聘 人家挑的时候挑什么呢 曾经这些公司都是基本上只考这些所谓的八股文 比如Java里边JVM怎么调优 这个什么给你给我说说 怎么处理这个一亿个订单 这样些问题 但现在会发现这些题都已经成为网上的叫做八股文了 每个人都必须背这些题 这个东西大家都背过来了 好像已经分辨不出来两个成员的水平了 当然现在还是考啊 但是不是只考这些八股文面试题了 慢慢的更多的公司都开始考这些算法题了 那是因为八股文是给背出来的 而这些算法题是背不出来的 这个东西是真正的考察一个程序员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聪明程度的 这个东西没法背 因为千变文化 我只要变一点样子 你之前死基因背的东西完全都不变 完全的这个你都不会处理了 所以说不能死背题 这就像你上高中的时候 你你做那数学题 你不能说我把这个2018年的数学高考题背过来了 我2019年我就能考好大学了 这是不可能的 他只要稍微变一点样子 如果你只是把那条答案背出来了 你仍然不会做 所以说这种离扣的等这一类的这种算法题 他就在于说他没法背 你可以背他的思路 就我碰到这样一个问题 他的思路怎么样的 我多做几道类似的题 我碰到新的题 我就类似的思路 但你既都是他的思路 而不是具体这道题的代码怎样去写 所以说你背的思路多了 那也就成了你会解这种题了 所以说啊这种离扣的题考达的就是一个程序员的这个聪明程度 以及勤奋程度 因为啊你只要努力一段时间是可以把那些面试八股而背出来的 但是如果说你只是努力一小段时间 这些离扣的算法题你是背不过来的 OK 即使背也是死进行背 你是没法灵活的去运用 OK 所以说通过刷算法题 能够很好的去分两个程序员 他的聪明程度 以及一个勤劳逼自己的程度 OK 所以这就是这点原因 那么 建制offer这套书 第一本啊卖的非常的火 2021年11月份 已经是第二十二次印刷了 所以说这个几乎可以说是呃面试大厂必刷的一本书 那么第一本书呢 就是说这个叫做建制offer 明起面试官经讲典型编程题 那么这个的话 他相当于一个基础版 他基本上讲的是这个一些刷面试题的基本的东西 比如说像一些这个二叉数呀 一些这个对列呀 站哪 怎么用啊 都是一些比较基础的一些算法题 可以先从这本书刷起 那么把这本书刷完了呢 再去刷这本书 金色的这本书 叫做数据结构与算法 明起面试题经讲 他是把这个利扣的算法里边 一些算法题进行了汇总 因为你到网上虽然可以找到很多利扣的一些算法题的一些网站 那些都是免费去看的 但是他那里边没有太深入的讲解 而且他的题目都没有非常科学的一个分类 而这本书呢 把这些算法题进行了一个分类 比如说一些链表的应用啊 站的应用啊 二分查找啊 包括说一些什么回溯法呀 动态规划呀 图啊等这样一些题目都给你进行了分类 方便你根据类别来进行刷这些题 那么你就会有更有针对性了 OK 所以这就是推荐大家 如果你要想进入大厂 或者说去一些面试的时候 要考这些利扣的算法题的厂 推荐必刷这两本书 幸好新西兰这个我们这个养养养牛的小村 不需要考这些题啊 基本上只要考个 牛村的这个算法题的天花板 就是费国那些树立 所以说给你给你都给你 我不需要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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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